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十两轮成量病》当中 将建立前世后世的存在 昨天前面 折破了对方的观点 也就是说 对方承认为 用身体当中产生心 这个说法完全是不合理的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真的 身体当中能产生心的话 可能有些人死了以后 特别是聪明的人死了以后 他的身体应该很值钱的 舍不得买 让他再次配一些各种原料 然后能产生 原来听说 荣格 爱因斯坦这些人死的时候 他们有些智者认为 他的道脑应该跟其他人不同 那么有智慧的人 人类历史上 所以他们很想办法 这个大脑用上 但是后来通过检测的时候 跟一般人的大脑没有任何差别 所以在大脑上分不清楚 聪明人和愚笨的人 我们藏地有些民间说法 头比较大的话人聪明 头比较小不聪明 所以有这种说法 但是这个说法也是不成立的 从历史上看的话 有些鸽子也特别矮 头也特别小的 但是在历史上 还是对人类社会有贡献的 有些虽然是特别特别高大 但是一直笨笨的 也没有做出什么大的事情 所以我们的身体的确 也不是什么形式的因 如果依靠身体而产生这样的形式 完全是一种邪说 这是谬论 所以这方面 我们在座的很多 包括一些知识分子 年轻人 一定要去剖析 这样的话 我最近发现 我们这里很多道友 讲考《识量论》的时候 大多数的人还是 以后不知道能不能心里记得清楚 但是现在看来 很多人的思路比较清楚 如果真的相续当中 能生起这样的忆念 那么以后对弘法力生也好 生活 包括对个人的相续当中 留下了特别好的习气 这一点是特别重要的 有些人说 比如说以前听过《入中论》 《根本慧论》 现在一点印象都是没有 有些人有这种想法 但我不承认这种观点 为什么呢 当时可能听的整个场面 一些情节 你不一定记得特别清楚 但是当时 比如说一个人刚开始的时候 听《入中论》 当刚开始的时候 他可能生意地和思数都分不清楚 但慢慢慢慢慢慢 现在二地之间的关系 完全分清楚 这是你日积夜内 可以说是慢慢积累出来的 潜移默化 佛教的这些知识 并不是一天都好像有一块大石头 从屋顶上掉下来了 啪一样 你一个大智慧 马上开始开发智慧了 我现在恍然大悟了 当然禅宗的个别境界都是有 但是我们一般佛教 次第修学的智慧 并不是第一天两天 或者两三年当中 马上自己非常明显 不一定有的 但是慢慢慢慢 就像我们读书一样的 你读一年最后大学毕业的时候 其实你可能也不发现 大概我的这些智慧 什么时候得到的 应该慢慢通过老师的影响 学校的知识影响 越来越丰富 我们学习佛法 也是需要长期的闻思 只要你长期闻思 应该说是在你的内心 逐渐相应佛教的真理 这一点 每个人来讲 应该是不可缺少的 下面我们说 前面讲的是无常的身体 产生行事的观点 不合理的破这个观点 那么今天这个科派里面 分别破常法 常法当中产生行事 但是这个是个别宗派的一些说法 可能现在大多数的环境当中 不一定遇到这种现象 就是常有的法当中 产生无常的行事 可能是没有的 但是它的一些理论 我们了解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那么这里怎么讲的呢 就是说 常法的身体当中 不可能产生次第心 或者是无常的法 为什么呢 因为常法不可能起作用的 有非次第者 并不是非次第者 也就是说 常有的身体当中 不可能产生 就是与前面的刹那 后面的刹那完全不同的一个 次第心的 非常有的 这样的无常的心 不可能产生的 为什么呢 原因是这样的 如果你的因没有任何的次第 或者是变化 那么从中产生的果 有次第或者有变化 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 因为因是如果常有的话 那么过也是常有的 本来常有的话因果关系 本来也是不合理的 即使有这种情况的话 那么因常有 过永远也应该是常有的 不能有变化的 如果对方说 这个因非次第的是常有的东西 但是因为暂时的一些具有缘 旁边的一些因缘 跟它起作用 所以常法当中 产生个别的一些无常 或者说是次第法 对方如果这样认为 这种说法也是不合理的 前面和后面 不可能有差别的 如果你真正是一个常法 那么常法的因当中 不可能有这样的差别 而且所谓的常法的因 它也不可能关带其他任何因缘 如果它关带一个因缘 那么我们前面所讲的一样 已经失去了 自己常法的性质 本身也是如果有一个因缘 跟常法起作用 那么因缘跟常法 到底是什么关系 我们通过很多方式来观察的时候 完全都是不常理的 再说 常法实际上不是次第性的 这样的常法当中产生 形式以次第性种种的现象 那这样也是不合理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显然 如果通过过过次第的方式来推出来 它的因也应该变成了次第性 或者是无常性 为什么呢 因为它的因如果是常有的话 那么过一定会是常有 或者非次第的 但是这一点 绝对是不可能成立的 原因就是说 所谓的因不可能有常法 它也是应该变成次第性的 再说 这些心识也好 或者是根也好 或者是呼吸也好 这些所有的法 它浅浅的刹那作为是因 厚厚的刹那性作为是果 那么每一个刹那当中 浅浅的每一个刹那间当中 实际上也就是说 前所未有的刹那的因 每一个前面的法 它后面刹那法的因应该可以 这样一来的话 我们在世间当中的任何一个 无论是死也好 还是火也好 或者任何情况下 那么你的刹那性的因缘 刹那性的这样的因 绝对会存在的 绝对会可见的 有些是我们真正是 像从妙芽和种子之间的差别 有亲眼见到的 有些虽然我眼睛不一定见到的 但是心里照见的 心的浅浅的刹那 是在浅浅的刹那当中产生的 也就是说 我们刚来到这个世界的第一刹那的心 其实前面的 中阴的 最后末位的心当中产生的 当我们离开这个世间的时候 我们人生当中的 最后的心刹那作为是因 然后看中云生 或者下意识的心作为他的果 所以他们两个之间 应该说有一种因果的关系 这种因果的关系 在任何情况下 它是不会变化的 不会变到的 为什么呢 因为因已经具足了 没有任何障碍的话 那它的果必定会产生的 这是我们因果当中 非常强有力的一个因果推理 这个因果推理的话 的确也是在生活当中 特别的重要 所以我们现在在《诗量论》当中 最主要的一个理论 或者推理方法的话 那么我们的心 浅浅是由无数的精趣因而产生的 那么后后 只要你通过修无恶的智慧 来没有间断之前 一直在轮回当中不断地流转 而身体完全是不相同的 这个身体与心事不可能 永远都是让它合在一起 跟陪伴它 不可能的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面 我们应该由一个 深入细致的智慧来进行分析 最后自己从闻思当中 真正知道 人的心事跟外面的身体或者物质 完全都是不相同的 无情法和有情法之间 产生的因果方式也是完全不相同的 每个人对这个问题 应该会产生真正的 真实不虚的定解 下面说第二个问题 后继相续水存力 分两个方面 略说 简约宣说无能力和 详细宣说比一一 首先 简约宣说无能力 也就是说 我们后续不断地存在的话 那么对方没有任何理由来 播出我们简约宣说这个道理 摸心与他心 皆生又何为 这个问题就是说 生命最后临摹 死的时候 实际上是最后的心 我们在世间当中的最后的心是 最后的心是跟踏实 下意识的心 下一个心应该有 一个皆生的关系 我们这一辈子 比如说我是人 我下一辈子变成一头牛 如果这样的话 那么变成一头牛的心 跟我现在人的心之间 有一个皆生的关系 那么这个皆生的关系 一定会连续不断的 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中间间断的 我最后的这颗心和 还有下意识的这颗心 下一个这颗心之间不能连接 中间断脚 断传承 这样的理由是找不到的 如果下一个心跟我这一个心 又互相存在一些 不并存香味 或者说是护觉香味 互相完全都是一个存在的时候 另一个不存在 就像光明和黑暗一样 不并存香味的话 也可以说 只要这意识跟下意识的心 就完全是不存在的 这颗心是完全明满的 比如说光明出来的时候 那个黑暗完全没有了 那么到了死的时候 完全都是心断灭的 这样的一个不并存香味的理由 找到的话也是可以的 还有像有时法和无时法 护觉香味的这些法 护觉香味的这些法 如果真的有的话 倒是可以的 但是这个的确也是没有的 如果没有的话 那么人类本身是心的这种奥秘 不是我们眼睛看见的 也并不是人随随便便 能想得起来的事情 那这样不能轻易地否定它 不能轻易地说前世后世不存在 这种理论没有任何依据的 以前在文革期间 好多人都是可能受威武论的影响 包括藏地也好 还有汉地的很多地方 也经常有些人口口声声说 人不存在前世后世 因果不虚的说法 完全是一种迷信的 这是一种荒唐的 等等以这种方式来 故意一些毁坏因果的规律 可是这只不过一些愚痴人 他是人欲随 水波逐流而已 实际上他绝对找不到任何特别可信的 一些依据和确凿的根据 根本不要说颠簸不破的真理 连一个基本上让我们产生怀疑的 人真的可能不存在前世后世的 这样的一种依据 他们也是根本拘不出来的 所以我们现在 依靠《释量论》这样的理证 大家一定要心当中 产生一个真实的定解 这种定解并非要说 因为我们是佛教徒 你一定要承认前世后世的存在 不是这样的 我们在真理面前 应该是谁都是完全平淡的 如果你有理由 前世后世绝对不存在的 我们这个心灭完了以后 人死了以后心也绝对不会存在的 有个特别可靠的理由 你要能举出来的话都是可以 但是两千五百多年 应该说如今科学特别发达的时候 很多科学家也是 本身对心的奥秘尤其是一窍不通的 有些去研究 但研究的过程当中 应该说是他们承认的 都是存在的 并没有找到一些依据 否认的 所以这方面 我们一方面可能要靠一些这样的依据 另一方面现在世间当中 的确也是有非常多的案例 那么这些案例可以证明 人的前世后世存在 这不是个别人的 比如说像以前印度沙拉提 一个小女孩 她降生以后所有的情况 完全证明她前世的存在 后来这件案例已经成了当时的 非常惊动世界 让世界震撼成了这样的 当时圣雄甘地他就组织了 三百多个各个国家的一些非常权威的专家 调查委员会 建立了这样的一个委员 然后这件事情 进一步的证实 最后得出来的结论 那么这个小女孩应该是1925年 前世是1952年离开的 后来第二年降生 降生以后 印度所有的所作所为 他很多陌生的 包括他前世的亲戚 前世的地方 前世好多物品的认知等等 方方面面这个公案很长的 好像我以前讲过 所以说像这些事情 可能我们要否认的话 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还有一本书叫做《科学时代的轮回录》 这里面说好多的案例 全部都是通过科学认真的 我记得有一个公案 说十五岁的一个小女孩 她感冒发烧后来就断气了 在抢救过程当中断气了 断气以后 她本来是匈牙利的人 过一会儿就开始豢养 复活过来了 复活过来的时候 完全变成了另一种陌生人 但是她说的话 全部都是西班牙语 后来通过造一些翻译 她自己沟通的时候 说是她前世 实际上是四十岁的一个妇女 刚刚不久离开世间 自己家里有十四个孩子 她说 哇 现在一个孩子 十四个孩子 实际上是十四户家的家庭 有一个专家说 现在中国很多是独生子 独生子的生活压力很大 专门讲了一些好多特别真实的语言 就是说全家所有的这些压力 从小都是在孩子上 孩子还没有成长之前 都是已经精神崩困了 因为父亲也说 母亲也说 老老爷爷所有的人说 你就是将来我们的家里的 所有的事情全部放在她的身上 那这样的话 不管是学习 从小都是实在是没有存活的 能存活的一些力气和勇气 也有这样说的 所以如果全部是十四个孩子 那多么好啊 比如说有些儿女 自己想出家的话 还有弟弟明媚 好多好多的 然后一个人不孝顺 另一个人也是孝顺的 以前我觉得还是很好的 确实不一定 父母都特别不孝顺 孩子越来越多 里面个别人 对父母很好 对家庭的传承也不会断的 大圆满的传承 所以很多人特别重视 我们家庭的传承是什么 家庭有什么传承啊 没有什么可传承的 家庭传断了也没有什么的 他们也不承认为后事的 人死了以后也没有什么后事 没有什么后事的话 家庭断了传承也是没有什么 你自己都变成灰尘了 灰尘以后 家里有传承 没有传承 对你来讲是无所谓的 所以你们有些父母 阻挡你们出家的时候 你们就这么说嘛 你们不承认前世后世 你死了就不用关心什么了 世界也没有了 对你来讲 所以我刚才 中斩话可能传出去了 刚才那个匈牙里的 有一个西班牙的妇女 大概四十岁的人 她就开始占用她的身体 然后她一直说自己的整个经历 后来他们专门建立一个调查处 去寻找 亲自到西班牙去了解 了解的时候 的的确确有这么一个 他自己所说的那样的家庭 刚刚十四个孩子的母亲 在前一个月的时候离开世间 完全已经真实了 但后来过一段时间以后 又把她的心事 已经离开了 原来小女孩十五岁的心事 又恢复过来了 所以我在想 在世间当中 包括人的身体 很多灵魂 就像《毗奈耶经》里面讲的一样 在虚空当中 弥漫的灰尘一样 特别特别多 当它因缘具足的时候 什么事情都可以发生 比如说一个身体当中 出现两个灵魂 现在很多都是有 身体是一个 头像是两个人 最近在国际上 有很多很多怪怪的 他们说是怪人物 其实我们觉得一点都没有 众生的业力千财万别 什么样的业都是可以现前的 这也是一个特别 可以说是非常 不可摧毁的一种真理吧 这个里面 我觉得这个故事还是很真实的 你们方面可以看 里面所有的事件 很多都讲得比较清楚 还有应该因果一个灵魂专家 专门研究灵魂专家叫做斐尔丁 他写了一本书 叫做《人的灵魂》 那本书里面也是 包括他去一些缅甸 好多国家当中真实发生的 许许多多的能回忆前世后世的一些案例 有一个好像七岁的女孩子 她前世是个男人 她一生当中好像有结婚 有离婚 已经有四次了吧 第三个 她的妻子 性格特别特别的粗暴 后来经常跟她冲突 有一次都是专门用什么东西来看她的脖子 在她的身上有伤痕的 但到了后世 七岁小女孩的时候 实际上她完全在身上有伤痕 诸如此类的很多的案例 这本书当中也是讲得非常细致 啊 讲得很清楚的 所以我想我们个别的道友 应该还是要看看 前一段时间我在南京南达 博士论坛上面 当时我自己觉得 还是讲了一些真实的案例 和一些关于前世和世 因为当时他们需要的 好多博士 他们需要前世和世的建立 我就尽自己的智力 也讲了一些 过境中外的一些案例和道理 前一段时间 好像这本书发给大家吧 不知道 你们可能没有看 也许是全部人在那儿 这样的话 也许可能这样也有必要 有密意的 这是一个 还有呢 以前大概在春秋战国时期的时候 汉地也是有兆科 我们经常说的是 智商谈品的 他对作战 一点都是不善巧 后来另外一个叫做 百七 应该是百七吧 百七当时对他作战的过程当中 非常善巧 然后把他的全部占败 而且他的四十万军队 全部都是活活的压死 活活的压死了 然后后来到唐朝末年的时候 有一天天上乌云密布打皮雷 披死了一头牛 但这个牛的身体当中 发现百七的身体 就是说几个字 这几个字特别 好像映上来了一样 自然而然 就像石头当中 有时候显现玛丽行咒一样 自然而然显出了 有这样的 这些应该是佛教当中 可以找到案例的 但这个历史 应该是《东诸列国之》 这个书里面也说是有记载的 所以我想很多的历史 要么我们要推翻所有的 有关前世后世的 案例的这些道理 全部都推翻 但是这个推翻 好大的工程 恐怕是我们极个别人 即使你是一个文学家 科学家 可能在真理面前 你不得不承认 他就不得不承认 有这么多的 前一段时间 我跟大家也是讲了吧 斯蒂生博士 他有两千多个案例 其中二十来个案例 应该说是非常非常清楚的 美国有一位博士 他花了很长的时间 应该说是海伦吧 他又找到了一千多个案例 其实现在人类 到了二十一世纪的时候 不需要专门去研究 包括我们在藏地 小的时候 很小的时候 大概六七岁的时候 能回忆前世的人特别特别多 但是这是我们 在《中阴窍诀》当中也是讲的 人长大以后 慢慢已经隐没了 变成了这一世 我们讲中阴生的时候也是 一般中阴生的时候 前面的影响跟后面的影响 专门《中阴法门》和《居士论》当中 有记忆里不同的状况的说法 所以《清遍论》也是人存在前世后世的 唯一的依据通过会议 能会议特别特别多 只不过藏地的话 以前大家都觉得 人有前世后世是特别正常的事情 所以大家都是 不重视这样的一些资料 实际上现在我们有些地方 可能认为 这可能是不是 宗教信仰有的原因 其实现在一点宗教信仰 没有的这些地方 他们都可能会议前世后世的 或者真正 这方面的道理相当多的 因此如果我们 用推理来议证的时候 有个别人 尤其是没有智慧的人来讲 可能有一定的困难 有智慧的人不得不承认 没有智慧的人来讲 会议前世后世的 真正的这些案例 在给他们讲的话 他们也不可能否认 所有的这些专家和心理学家 他们的这些公案 全部都是明显的话 恐怕不一定有 这么大的智慧 我想我们学食量论的时候 特别希望两大事情完成 第一个人要建立前世后世 这个是我们通过理论推理来建立 第二个是我们相续当中能生起 佛教是真正的量是佛 因此我们这次宣讲这部论典的 主要的目的也是这两个 方面的时候 大家多看一下一些很好的书 现在世间轮回当中的 很多的一些奥秘和神圣法 我们都确实是不知道的 如果我们多多地学习 应该对自己的修行间接有所帮助 爱有所帮助 下面就是讲 详细宣说比一意 分二 一个是折破以及出真论 其中第一个折破 分比喻不成立 第一个是比喻不成立 第二个是退离不成立 应该分两个方面吧 首先第一个 比喻不成立 何故学罗患 必行无解胜 其非一根水 两不成一种 那么顺势外道就这样说的 你们承认心是 连续不断地存在 这种说法是不合理的 因为我们这一辈子 最后的心跟其他时候的心 不可能接生 为什么呢 它是死心的缘故 相当于你们所承认的 阿罗汉的心 它是用阿罗汉的心作为比喻 即生当中最后的这一个心 它作为能力 它是不存在 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死心的缘故 它是这样来说的 这样说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拨持它的观点 你们所运用的 犹如阿罗汉这颗心 这种说法是不合理的 为什么不合理呢 你们凭什么承认阿罗汉 阿罗汉最后入密定的时候 他的心不会接生 你们凭什么这样说 只是这样说的 如果你们说 不是你们已经承认了吗 你们佛教徒不是已经承认了 得阿罗汉的时候 所有的乌云全部灭尽 那个时候 心也是灭尽 你们不是说 在这个时候 什么爱 耽知 人我知 全部都已经没有了 不是这样承认吗 这种说法是不合理的 为什么不合理呢 因为你要建立一个真正观点的时候 肯定是要自己有一个依据 你不能说是因为你们承认 所以我也是按你们的依据来 然后这样说的话 本身也是不合理的 你难道已经跟着我们 你本身也是认为你们这个佛教 不可能以量来成立的 但是你是不是现在已经跟着我们以量来 绝对不会成立的一个状态 再加上你们也不承认 世间当中存在阿罗汉 到底阿罗汉是怎么存在的 你们也不知道 那这样的观点 你们难道承认吗 我们的依据作为你们的依据 如果作为依据 那么我们承认阿罗汉的存在 也承认前世后世的存在 那么你们只有恭恭敬敬地 跟着我们就可以了 因为你们自己没有任何依据 光是说 因为你不是说的吗 你不是说的 我所说的你 全部都是跟着我承认吗 那这是根本不合理的 所以说我们要建立 自己宗派的时候 第一个必须自己要 举出一个充分的理由 这是很重要的意思 下面说没有推理 分不须成立 以及折破它 分两个方面 须不成立 若必利因果 何故不说比 不说比也可以 未说比也可以 对方这样说的 我们并不是用一个比喻 不是用一个比喻来说 跟着你们阿罗汉 不是这样的 但因为死的时候 远离产生心的因 包括呼吸 身体 根 这些都是不存在 因为他因不存在的缘故 所说的过也不会存在的 对方是这样说的 然后我们下面说破它的时候 那么如果你承认 因不存在的话 你为什么提前不说 因不存在 心不可能再继续下去的 而因不存在的缘故 你们应该刚开始的时候都这样说 为什么中间呢 就像你们阿罗汉的心事一样 为什么说 我说错了 说错了 不不不 我不是这样想的 我刚才忘了 我刚才头一点痛 有点感冒了 今天我记性不太好 所以我刚才说 实际上不是这样的 心里不是这样想的 可能这么想 但实际上可以说 其实我们为什么没有说出 心不是远离因的这一道理 这个上面 可能我们下面理解的时候 这讲义里面说 为什么没有说出 心非远离因的这一道理 我们前面都已经讲了 心并不是远离因 心还是存在因 这个道理可能大家还是应该要 其实心并不是 你死了以后 它远离了身体的因 然后心就不存在了 不是这样的 身体本来不是它的因 而如果你说 真正的因存在的话 那么心的因还继续存在 因为它极权的因 极权的因还继续存在 因此你们所说的这个 完全不是一个真正的依据 身体的根 呼吸 这些都不是心存在的唯一的因 而心存在的唯一的因 就是心 这个难道我们没有说吗 我们前面都是 已经说得很清楚的 所以心 它未来的因 不断地存在的 并不是一下子就灭了 不存在了 不是这样的 下面讲脱破 破他的观点 破有具根的身体当中所生 还有破无根所生 今天讲这两个科判就可以了 那么所以下面第一个就是说 如是称据故我 据根非身心 身是用意故我 也非一切身 讲这个道理 也就是科判当中说 所有的根当中产生心是不合理的 下面第二个科判里面 非根当中不是根里面产生心 这两个道理是不合理的 其实这个观察方法 相当于有点生意地的观察方法一样 但是这样观察也是可以的 实际上的确也是依靠身体 而产生心绝对不会有的 怎么没有呢 他这里讲 如果我们的根产生心是有两种情况 有一种情况 每一个根产生自己的心 这是第一个情况 然后第二个情况 不是一个根一个根的 二根 羊根 鼻根 不是这样的 所有的这些根 包括因而毕生生的 所有的根全部具足以后 才产生心事 有两种情况 那么我们首先问 对方如果认为是第一种情况 也就是说 我们的一个根产生心事 一个根产生心事 那么就是不合理的 比如说 严根产生严实一样的 严根产生一样的话 就像严实一样的 一时也已经成了 只能去色法 只能去眼睛 所对境的色法 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 一时本来是 它是心事的关系 它并没有去淡淡的一个色法 它所有的这些对境 全部都是先通过根的了解以后 明白以后都会去的 这样以后 即使有些人 严根不存在的话 一时它照样都是可以去境的 那么以这个颜色 依此类腿的话 其他的耳根 鼻根 舌根等也是可以 通过这样的观察 其实并不是一个根产生很多的心事 如是呈去骨 如掩饰一样的 呈了 只能去色法 那是不合理的 因此具有根 具有个别的根当中 产生心事是不合理的 这个具根不是产生心事 这个是第一个 如果你说是产生心事的话 那么这一点 先念香味的 肯定不合理的 我们的意识 其实并不是只取一个对境的 眼时的对境 耳时的对境 鼻时的对境 不是这样的 所有的对境都可以了解 了知 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种情况 如果对方认为 不是一个根 一个根产生心事的 而所有的眼耳鼻舌等 不同的根产生一个心事的话 那这个说法 也是不合理的 为什么不合理呢 因为产生这些根式的功用 都是完全不相同的 比如说 眼能产生 去色法的一些作用 而耳根的话 它能去生硬的作用 互相都是 完全都是不相同的 那么这样的话 每一个根 五根全部具足一个心事的话 那最后它的果 也是不合理的 也不是一切当中产生 所有的根当中 产生一个心事 这种说法 也是完全不合理的 所以我们在这里 应该知道的是什么呢 实际上所谓的根当中 能产生意识 它这里的意识 这是不合理的 如果根当中产生意识不合理的话 那么心事 并不是六根而产生的 那么不是六根而产生的话 除了六根以外的其他的身体部位 有没有产生的地方呢 也是没有的 这样观察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 其实身体并不是心事的因 我们整个身根也好 眼根也好 耳根也好 鼻根也好 虽然这些 召集起来以后 包括积极维勿主义 他也是承认 有一种心事是出现的 那么心事出现的时候 不同的感官都有不同的一些觉世 都有比如说 出觉 失觉 听觉都有不同 但是这些觉世 实际上是从哪里来的 是不是各个身体的部位而来的呢 并不是这样的 如果是的话 我们前面所讲到的那种 推理来进行观察的时候 实际上也是完全可以推翻的 因此我们这里有根的 举根当中产生心事 实际上是不合理的 那么心事是怎么而产生的话呢 我们前面所讲的一样的 就自己明清的心事 不断地在产生 当然他以不同的根起作用的时候 对他有一些不同的 取经的能力 这是我们讲俱舍论的时候 也是这样的 比如说 我依靠严根能取得到外面的色法 依靠耳根能听得到外面的声音 这些是有不同的因缘 但是一时完全都有他自己 一种独特的进取因 这一点非常关键 下面说 无形骨飞塔 也就是说 破五根当中产生心事 这个是不合理的 当然如果没有根的身体当中 产生心事的话 那也不合理的 但我们这边一般的根 像有绝数的 像生根 眼根 耳根 这些当中 刚才都是没有成立 产生心事的能力 然后除了这个以外 其他的 比如说像指甲 头发 还有其他没有绝数的 这些身体当中 如果产生心事的话 实际上这也是不合理的 就是用这样的五根当中 产生心事不合理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根本没有 明清的心事的缘故 没有明清的心事 它可以能产生那种心事的话 那么我们的尸体当中 也可以产生心事的 而石头和木头 还有各种一些无形法当中 也应该可以产生 能食物 但实际上这是不合理的 如果这些当中 虽然不能产生 但是我们还是要承认 一个前世后世的话 那么虽然没有能力 你也可以承认 那这样的话 你们顺势外道的话 也把前世后世 包括业因果 以及世间的阿罗汉 菩萨 这些也是应该承认的 为什么呢 没有依据 你们也可以承认的 没有依据的 也可以承认的话 那实际当中 你们自己根本不承认的 这些事的话 也可以承认了 但是这一点 恐怕对方来讲也不一定承许 因此说 我们在因明的真理面前 应该通过智慧来进行观察 最后确确实实知道 我们只能承认 心事不断延续的流转存在 如果你不承认这一点的话 那么世间当中的很多问题 根本解释不清楚的 如果你承认了以后 有百般的利益 没有任何损害 对我们的价值观也好 人生观也好 世界观也好 其实人承认前世后世 应该有非常大的安全感 如果你不承认前世后世 那么毁坏世界 为什么世间当中出现 许多一次世界大战和二次世界大战的原因 也是不相信因果的原因 而现在我们的社会当中 也经常出现很多假产品 一些威劣产品 这些来源 也是大多数人的观念不正确 因为他不承认来世 只是维护自己就可以了 以这样的一种心态 因此我们承认前世后世 其实对人类道德 对人类的整个相善发展方面 应该说有不可莫灭的作用 今天讲到这里 对人来说有不可莫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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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对人来说有不可莫灭的作用 对人来说有不可莫灭的作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